是主播俄乌战争对全球的能源 粮食 甚至是半导体供应链都造成了冲击 加速了全球的通膨危机 那么俄国国内目前又是怎么样的状态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知道很多国际企业 他们是已经撤出了俄国市场 但是最近有一间企业就地复活了 那就是俄版麦当劳 可以看到开幕当天 也吸引了非常多的人潮来尝鲜 那么新的店名叫做 就是美味 当然商标呢 大家熟悉的黄金拱门商标 当然就是不能再使用了 业者换上了一个汉堡 还有两根薯条组成的新商标 台湾的观众朋友可能会觉得 和摩斯汉堡的商标也是蛮接近的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点餐机 员工制服 还有这个厨房设备 餐点 看得出来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那俄国民众也说 这些汉堡薯条吃起来的确是 和原本麦当劳的味道 是几乎一样的 但是因为其实商标技术的问题呢 现在是吃不到大麦克 也没有快乐儿童餐了 那再来就是因为 可口可乐公司也撤出了俄国市场 因此也喝不到正宗的 可口可乐或是雪碧这些饮料了 倒是价钱反而变得比较便宜了 一个双层牛肉集市堡 从原本的160卢布 现在只要129卢布就吃得到了 也就是大概从台币的83块钱 降价来到67块钱 值得注意的是 麦当劳5月中宣布撤出俄罗斯市场 而6月12号这天就重新开张了 动作非常的快 那这背后的意义也很重要 第一个那就是俄国 我其实不需要你们这些西方企业 撤出也没有关系 我们也可以重新打造一个 自己的恶板麦当劳 第二个就是要让广大的中产阶级 开心甚至是安心 好像回到战争前的状态 那这样大家就比较没有时间去思考 和战争有关的问题 那么俄国官方还有哪些手段呢 像是包含举行大型的庆祝活动 也是一个凝聚国家意识 还有捐扬国威很好的方法 那像是上个月的这个胜利日 还有这个月的俄罗斯日呢 不只在俄国 在克里米亚 还有在乌东地区呢 也都有这个庆祝活动登场 再来俄国官媒呢 他们也放出了一些画面 就是这个在乌克兰南部的赫尔松 很多乌克兰人呢 他们是很开心的来领取俄国的护照 那再来落入俄军控制的 马里乌波尔也换上了俄国的颜色 那这些呢 其实都是在暗示俄国对乌克兰的野心 但是最近呢 普丁一席话呢 等于是间接承认了这番野心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历史 并且来看看他说了什么 三百多年前呢 俄国的彼得大帝发动了大北方战争 目的就是要从瑞典手中夺取北方的出海口 但是最近普丁说 没有啊 彼得大帝他没有夺取任何的东西 他只是收回 这个收回呢 第一次就是我们只是拿回原本属于自己的领土 那现在这个责任呢 也落到了我们的身上 言下之意就是俄国对乌克兰也只是拿回收回我们原本的领土 现代版的普丁大帝可以说是胡植玉出了 但是俄国也是有反对派说普丁早就是成立昏君 那我们回到稍早的问题 俄国在面对全球通膨加剧 但是现在呢 他们又有战争的压力 还有西方制裁 以及外企大量撤出的这些种种压力之下 俄国国内的通膨会不会更严重 会不会影响他们在前线的表现 让这场战争有机会早一点点落幕呢 我们来看一下图表 俄国的通膨率从开战前的9.2 跳到了17.8 那这个是20年来的新高点 5月的时候稍微下降了 来到17.1 但是呢 其实这个涨幅呢 还是非常高的 但是俄国官方公布的数据表示呢 我们5月的周通膨率是几乎等于零的 当然西方专家不排除 这是俄国官方修改数据 就是要来证明说 我们其实受到西方的影响并不大 但是食品的涨幅呢 民众还是最有感的 食品价格涨了平均涨了21 1.5 糖跟蔬菜水果呢 都涨了超过三四成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报告呢 更是让人担心 他们表示呢 从开战以来 俄国靠着出口油气啊 能源呢 他们还是赚了超过三兆元台币 那这个数字呢 其实是有可能比他们在战场上的消耗还要高的 因此就让很多人担心 会不会这场战争真的和部分人士所预测的会拖延一年 甚至两年的时间 那接下来呢 可能会对全球在经济还有各方面造成更多的冲击 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世界说新闻 5 1 2 2 2 3 2 3 6 6